今天是2022年11月15日快必文字獄 開往拔摩島的行程第801日 收到快必11月7日寄出來的信 之前透過快必妹妹訂購或付運開往拔摩島的行程記事簿的資家哥朋友 快必說恭喜你們,認真有福 因為快必妹妹是音樂人,又有一雙巧手 所以特別親手做了Thank you card,多謝她們的支持 快必說收到妹妹的更新,非常感恩 她在信中說,現在看了很多新詩 真的想寫一本《鸳肉絲集》 又或者《鸳肉食譜》 菜式都是以蘑菇鸳肉為止 除了不可缺少的蘑菇鸳肉意份外 應該還有蘑菇忌廉湯、免治鸳肉等 至於吃素的朋友,她可能要花點時間,想想有什麼適合大家 快必說收到外甥女的信,非常開心 大甥女經常叫快必,跟她去Sixflake樂園玩過山車和海盜船 但快必最怕這些,最多玩碰碰車或香蕉船 快必問,如果只吃熱狗入場費這麼貴,會不會不值得呢? 大甥女很疼快必,知道她喜歡吃Chivamisu 說要做給她吃,但快必很挑剔,跟她說 我不要一杯杯做的,她喜歡一大坨不規則 還要有很多咖啡味,酒味,可以了 至於小的,她經常跟快必交換笑話 她的笑話很好笑,笑死快必 她還挑戰快必,問她可不可以做一字馬和 如果做到的話,她就很柔軟 而且是一個很酷的舅父 除了說家人之外,快必當然是回覆大家的來信 喝紅毛泥水的自己友,多謝你的來信 和那張大大的卡都收到了 林家謙的歌詞好姐 某種老朋友今次傳來 記得,你還有沒有喝紅毛泥水呢? 我在這裡的早餐晚餐會吃50粒飯 通常我最喜歡午餐的,因為是吃粥的 很快很快,11月底,我應該就可以吃吃吃飯了 Anna,也是自己友 多謝你的第一次來信 明信片我都收到了 我最喜歡就是你們的第一次寫信給我 不過我更加喜歡你們繼續來信 12月底D100的活動,是不是10周年紀念活動呢? 我參加不了 相信11周年我都去不了 12周年,希望吧 如果參加到是萬行的 不過不用擔心我,我OK 都是自己友 Angella,收到你寄出來 馮希乾的文章好看 好喜歡她的文章 資料豐富,文筆辛辣 幽默諷刺兼備 我有看到有朋友寄一篇 是關於她寫胡錦濤被說的文章 她指出,劉曉波被捕 正正是胡錦濤之下的時代 她看到另一個角度,非常有自慰 黃鷹媽,真的很開心 自從你第一次寫信後 我又收到你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信 原來你的貓家人有這麼悲慘的過去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Patreon 或者Facebook 都知道忌廉同學的故事 我又在這裡說一次 十六年前的一個下午 有一個同事的朋友 家裡的金毛 剛剛生了很多金毛子 我於是收養了其中一位女孩 在明愛醫院 松屋村鑽角位 第一次見到她,抱著她 看著她的眼,我就愛上了她 生命相交十五年 3月20日她離開了 等不到我回家 她的骨灰繼續留在我家等我 等我帶她回到大海 向山舉目十四頁的相和信 我都收到了,是10月18日寄出的 感謝你回應我10月16日的講章 你說,辛冤就是平反 但如果將平反的權力放在權勢的手上 平反只是以未住一時一樣的時勢 我是流氓基督徒 所以我不會依賴權勢 我只是依靠上主 上主的旨意是在民眾當中 但民眾有時都會將基督和蘇格拉底處死 所以辯證張力應該是其中 文字一定要提升 至於至善就是這個意思 小月收到你那張中英劇團的postcard 忘憂集貨點 我想你知道我看過《東野龜吾》那本小說 那本小說不像推理 很窩心,我很喜歡 中英劇團的表現如何? 我有個老友剛剛做完套舞台劇 我們很快樂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看? SILVER 10月22日信 11月3日收到 信紙上的黑色貓仔很棒 我喜歡黑貓、黑狗、黑馬 黑衣、黑褲、黑口、黑臉 但不會黑心 蒙面超人Black和之後星的RX都是我的自愛 其次就是蒙面超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蒙面超人? 神童可風又收到你的信 我讀你的信時是清晨五點半 想起不是你那首秋色 我反而想起臨億年的破曉 開心不開心都可以寫信給我 開心我可以跟你一起 開心不開心我可以分擔你的憂傷 老餅,你寄給我的信收到了 感謝你欣賞我的團隊 多謝你告訴我 你們在外面都可以很快收到我的想法 知道我的情況 能夠和你們無間斷聯繫 無論是對外面支持我的朋友 或者我的團隊我都非常感恩 你叫我開棟督笑? 我會好笑得比王子華嗎? 其實我本身已經是一個笑話 我的一生就是一個笑話 現在在冤獄之中也是另一個笑話 笑著哭,哭著笑的笑話 快必的回信暫時是這裡 未到你的話麻煩給點耐性 希望寄出來的信 不會去到宇宙安全保衛隊當室 很快就到你了 我們寄給快必的信 通常兩三個星期才能收到 不過仍然希望大家一有時間 可以和他做不友 因為每次收到你們的信 他會很開心開心幾天 所以寫開信給快必的朋友 不要停繼續寫信給他 如果未寫信的話 你們不要害羞 不用擔心 不知道寫什麼 趁著就來聖誕節 去開書店 看看有什麼漂亮的聖誕卡 買定寫給快必 或者其他船員都可以 不過提醒一下 不可以是3D立體突出的那種 也不可以有閃粉 不可以有貼紙 程教署不給 不過燙金燙銀的那些還可以 來信請寄去 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師叔還有三天就放學了 如果大家想繼續和師叔保持聯繫的話 可以直接寄信去他的私家電郵 或者私家信箱 在我們文事版上就有詳細內容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